男孩无意间写的一封信 竟耽误了女孩15年 达美看着志平修改的计划书 突然发现志平的字迹很眼熟 她翻出15年前道山写给自己的信件 这字迹简直是一模一样 达美找到奶奶诉说着心中的疑惑 明明15年前的道山就在眼前 却让达美感觉很陌生 反而是志平总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第二天奶奶找到志平 告诉她达美已经开始怀疑她的身份 不过达美在见道山的前一天写过一封信 就放在他们之前传递信件的鸟笼里 只要把兴趣回来 让道山交给达美应该就会消除怀疑 可此时的志平已经不想再骗达美 也不想再骗自己 她告诉奶奶自己是喜欢达美的 她要把真相告诉达美 可奶奶听了很担心 她怕达美知道真相后受到伤害 这让志平感觉很委屈 她说了很多伤人的话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到车上的志平为刚刚的行为很愧疚 她给奶奶发去道歉信息 说自己会去把达美的信取回来 她来到当年挂着鸟笼的树下 将信取了出来 然而一转身 发现达美竟然就在她面前 达美看到志平很是惊讶 原来15年前给自己写信的近视志平 她给道山打去电话 达美一时间无法接受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她究竟喜欢的是谁 第二天一大早 道山救手在达美家门口 可达美对这个欺骗自己的人很是讨厌 她告诉道山以后除了工作私下就不要见面了 看着失魂落魄的达美志平十分担心 于是找到达美说出了心里话 突如其来的表白让达美不知所措 志平表示我只是想对你实话实说 并不想对你造成困扰 我不想我们之间变得别扭又陌生 回到公司的志平从同事口中得知 三山科技要和投资者签订收购合约 经验老道的志平立刻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急忙跑去想要阻止 看着手里的收购合同 志平明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没有谁会愿意投资一项看不到回报的项目 他想打电话阻止达美签约 却被好友夺去电话 他认为志平是不想看到他们成功 故意来捣乱的 结果第二天投资人就解雇了达美赫斯亚 他只愿带着道山三人前往国外发展 并且他们的仕途项目也被终止 道山指责他出而反而 当场就要解除合约 投资人说没问题 只不过你要支付双倍的违约金 也就是八十亿韩元 志平得知后也是无可奈何 劝他们接受事实 投资人本来就是冲着你们三人技术来的 其他人根本没有利用价值 道山追上志平 接着他们就扭打在了一起 两人冷静下来后 道山希望志平能帮帮他 因为仕途项目是为奶奶开发设计的 他的眼睛现在很不好 不久后就会失明 晚上志平找到奶奶 发现他需要靠软件的识别 才能知道眼前的东西 看着受伤的志平奶奶十分心疼 听了奶奶的话 志平再也止不住眼中的泪水 他紧紧抱住了奶奶 志平找到投资人 说服他继续支持开发仕途项目 而道山三人根据合约去往国外发展 又是一年中秋节 达美邀请志平到家里过节 一家人聚在一起欢声笑语 吃完饭还挽起了花牌 看着睡着的志平 达美贴心地给他带上毛毯 一切是如此美好